明火迅速蔓延 当金光瑶稍稍恢复 眼前重新恢复清明的时候 却也发现自己已经处于 近了一片火海 而门外的蓝忘机 还在试图打开实验室的门的过程中 为无限急促地发来讯息 蓝战 你快离开那 实验室要炸了 而听完这句话的蓝忘机 却是心下一紧 他朝戒指化急速喊着 魏英 你在哪 而对面除了呼呼 以及电流的咔咔声 像风又像火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回应 蓝忘机像是陡然遭受到巨大打击的困兽一样 他奋尽全力 朝着实验室的门开着枪 魏英 你是不是在里面 魏英 实验室中金光瑶吸入那些气体 已经昏昏而已 硬生生地被蓝忘机的声音给喊醒了过来 蓝忘机在喊什么 魏英 而已知死期的金光瑶 在目之所及 看着各色气体缭绕 同时火焰并冒的实验室 跑不掉的他 虽是没有看到魏无限 但依旧善于工人心计的他 开始畅笑着向外喊 即使被气体灼烧的嗓子已经嘶哑 但他还是在不遗余力 蓝忘机 你的心上人在里面你不知道吗 他就要死了 你的心上人来给我陪葬 你开心吗 哈哈哈哈 子弹已经用完 实验室的门发着撩人的烫 可蓝忘机眼睛血红着 还在奋力砸着门 避陈的枪柄 甚至已经砸出了一个凹凸 陡然后面一个人紧紧抱住他 快走啊 蓝站 蓝忘机失措地回头 魏英 魏无限顾不上多说 直到 走 从地下车库一路爬上来 到了外面 通过直升机投射的巨大照明 才能看到实验室的上方 虽没有看到明火 但已经冒起了巨大的浓烟 刺激的气味 更是已经开始在空气中蔓延 轰鸣声中 头顶的直升机还在盘旋 长长的云梯 也从直升机上往下延伸 魏无限抓住在空中 来回摇晃的云梯 蓝站 你先上去 蓝忘机却不说 分毫将魏无限先行推上云梯 云梯的载众有限 而在巨大的气体泄漏中 一分一秒都藏着巨大的危险 魏无限只能奋力地向爬 在小星辰攥住魏无限的手时 蓝忘机也终于攀越上了云梯 而在此刻 四周就陡然地线 在魏无限大喊着 蓝站 抓牢 的同时 直升机开始急速上升 不多时 实验室的四周开始发出爆炸的巨响 团聚出冲天的火光 爆炸的高温与高压扑面而来 空中的直升机都遭受到了巨大的颠簸 在焦急的等待与揪心中 而魏无限却也终于把蓝忘机的手拉住了 就像了一条路上的灰色 最后一条路上的灰色 就像了一条路上的灰色 在这里有一个小时的灰色 在这里有一个小时的灰色